9月4日,成龙在微博上表示,将把自己购买的部分安徽古建筑时间中的四间,捐赠给新加坡科技设立大学,在国内引发舆论争议。 近日,其子冯祖明来长沙宣传新系,被问到此事实,冯祖明表示,因为香港政府没有给他位置,他要一点点生气,觉得我想要为香港贡献一些文物,但是香港政府没有任何规划和空间去收藏,所以他只好捐给同样是有华人的新加坡。 冯祖明称,自己起初也不理解父亲捐古建筑给新加坡一事,认为若是摆在香港或者是内地,或是台北,会比较方便,可以经常看到,但是看到新加坡完整的规划体系时,冯祖明改变了观点,觉得送给他们是最好的。 而在采访结束后,冯祖明主动告诉记者,成龙很想把古建筑给香港,但是香港政府一直没有特别支持,只是把他们当成房子而已,所以那六间搞不好还会送给别的国家,对于为何不将古建筑送给内地,他表示,内地已有这些建筑。